我真的看到我哭到口罩都死掉了 他一出來就是戲耶 看到他就想哭嘛 為什麼 結果感覺他在裡面演得很 就是很生動 歡迎收看下午茶新聞之特別企劃 金馬調查局 我們今天要前進西門町 還有信義去街頭 要來找金馬章魚哥 看看誰可以準確的預測 影帝影后還有新演員的人選 話不多說 事不宜遲 Let's go 誰最有可能贏得影帝的寶座 莫子儀 莫子儀 莫子儀吧 黃子儀 莫子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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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看到我哭到口罩都死掉了 看完這個影片就覺得演得蠻好 詮釋蠻好的 然後我真的是被他的演技感動到了 很帥沒有啦 自然內斂動人 他把就是一個同志的角色演得蠻好的 把那個同志的心境刻畫得很 很貼近真實 恩 應該林柏宏吧 從以前到現在就是有不一樣的演技 現在是林柏宏或劉冠婷 劉冠婷 就他演每一個角色都能夠 進入那個角色這樣 看他就最近檔期演其他電影會覺得 就是他都可以可能融入那個角色 貴倫美吧 貴倫美吧 怎麼說 因為 我只認識他 那謝忻穎好了 因為他蠻漂亮的 然後他之前 他也是最近突然起來很多的 所以很有可能是 護身蠻高的 所以是看上他漂亮嗎 對啊 哈哈 這不是全美比賽 李佩宇 他很有喜劇感 陳淑芳 我們剛看完 剛看完谷偉 對 太厲害了 這樣是老的啦 沒有 沒有 而且我直接哭爆了 我知道那個 陳淑芳啦 陳淑芳與林柏宏在一起紀念 這是陳淑芳 我是淡秀侯嗎 這才是陳淑芳 看到他就一直想要自己奶奶的感覺 他一出來就是戲耶 他坐在床邊啊 什麼 打電話 然後再把電話掛掉什麼的 打電話 我覺得顏飛跟浩森都很 就是 很 叫勁 選不出來 我只看過陳淑芳的表演 陳淑芳吧 他沒有台詞 可是他可以 用他的肢體 還有他的表情 就讓他知道他的困難在哪裡 最近看吳森跟孤蔚啊 就覺得他 他的演出就讓人很能夠 喜愛這個角色 浩森 浩森在電影裡就是 看到他就想哭 不知道為什麼 陳浩森 你很帥 沒有啦 就是說他的演出有很多細節啦 那知道今年有誰入圍嗎 真的嗎 是孤雞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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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馬獎 但是孤雞 我不知道